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的这一位是来自天津的刘亚金 好 观众朋友们 为了推动科学技术发明创造活动的深入开展 本次大赛组委会决定对优胜者将实行中奖 那么第一名的选手将获得小轿车一辆 小轿车 哎呦 我还没本子呢 以后可不用打包地了 哎呦 下雨摊车搁哪呢 好啊 你去 各位朋友 给我一次表现的机会 以后用车找我啊 大家看这四位孝兴多么有意思 比赛还没开始 他们已经凶有乘车把汽车归为己有了 那么好 四位孝兴 能不能把你们的发明创造的成果 给我们亲爱的观众展示一下 那你们哪位先说呢 那当然是我先说了 凭什么你先说啊 咱四个孝我长得最瘦 我必须得先说 瘦就先说啊 古人云瘦小枯干 凡事优先 这古人也有缺心眼的 您听听我这发明 我这发明 什么大发明小发明 不大不小的中发明 跟我那比起来 我那才叫发明呢 你发明的是什么 我发明的 我根据我们目前社会上 假冒伪劣商品 持有发生的现象 为了配合中国质量万里型 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我发明了一种 假冒伪劣产品 识别镜 哦 你这个识别镜有什么特征吗 我这特征啊 外表看跟一般的眼镜 没有什么区别 跟眼镜印 它的眼镜头里有一种特殊的装置 全国各地明特有新产品 这个质量标准 它的真货和假货有什么区别 都在我这眼镜头里储存着 你带上我这个识别镜 上街随便买东西 放下就买大胆地买 就是保证不能上当受骗 你带着这种识别镜 往柜台前面一站 一旦间发现了假冒伪劣产品 怎么样 我这识别镜立刻发出警报 什么样的警报 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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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提醒你这货是假的 那要卖货的说是真的呢 下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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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是贪便宜非买呢 活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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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算什么人呢 傻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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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识别器整个一碎嘴了 你说我这发明好不好 太好了 那我那汽车油加好了 你这汽车油 我有事儿要出去 你帮我回家 我说你这发明不错 是吧 有一点我提醒您 您说 您这发明回家可不能带 为什么呀 万一你媳妇儿要是假冒伪劣 我们三个人的发明都还没说了 他现在把车开走 那那是什么 那好 请把你的发明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这发明比他的发明都强 不论是大发明小发明不大不小的中发明 还有他那个发明都比不了我这个发明 你们俩是一个师傅的传手 我这发明好啊 我是根据社会上一些人不孝顺的行为 发明了孝敬父母监督器 你这个监督器有什么特点吗 我这监督器好啊 体积小 作用大 它使饱受一切儿女不孝之苦的所有老人使用 都能使用 一边有个微型电脑 您可以把你的家庭自然情况储存到电脑里边去 都能储存什么呢 像什么您有几个儿子 有几个闺女 儿女的经济情况如何 老人什么时候过生日 老人什么时候寂寞 老人什么时候需要儿女来送赡养费 等等等等 都在我这监督器监督之内 太细致了 一旦监督器发现有不孝顺的行为 马上发出一种优美动听的声音 什么声音 典的个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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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的典 轩的水月彪彪彪彪彪彪彪行声号 Champ 兔毅 الص options 老人 死�énergie 洗晃了你们 山东快说 老人就爱听这个 小照人 如果你典了半天没有作用怎么办 没关系 老人可以拿起监督器来 大 起哄 山东快说 老人就爱听这个 那如果你养了半天 没有作用怎么办 没关系啊 老人可以拿起监督器来 对准不孝儿女所居住的方位 念一种特出的咒语 什么咒语 莫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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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 咒语念罢 这不孝子女顿时感到有一种头疼的感觉 头疼 越不孝头疼的越厉害 就好像有一种无形的钢圈罩在头上 越勒越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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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 紧不咒 直到他孝顺为止 太好了 这真是监督器监督器 够威够力 威力派的监督器 许晃 笑 来广告课的小房 你把我发明好不好 你这个发明太好了 我代表所有的老年人向你表示感谢 谢谢谢谢 那我那车的电充好了吗 哎哎哎哎 等会儿等会儿 别着急 怎么了 您这个发明太好了 我代表这根俩 向您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谢谢谢谢 您这个发明太好了 是啊 先给你爸爸带一个 是啊 哈哈哈哈 我可是有名的孝顺父母 是你孝敬岳父岳母 那是什么啊 他了解我 你这不是老师了 哎呀 您作为主持人不能这样 问你你就说好 问你你就说好 你再听听我的发明 再做决定好不好 哦不能轻易表态 那当然是 对不起 那请把你的发明给大家介绍一下 可以啊 啊 鉴于社会上有很多人不遵守公共道德 哦 我发明了一种公共汽车让座衣 这个名字听着就有意思了 嗯 这个让座一共分三个部分 哪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 识别系统 怎么识别呢 一旦发现有老弱病残孕上车 四十五岁以下的青壮年 有视而不见假装睡觉不让坐之举动 这个识别系统 马上将信息传输给提示系统 提示系统发出声音进行警告 什么声音 嗯嗯 倒车 倒车 倒车想吗 你不是叫我解释 往下发展吗 什么呀 就是 让座 让座 嗯嗯 让座 还是倒车 跟人一样的 跟人一样的 提示三变无效 惩罚系统将自动启动 怎么惩罚 在坐垫子上 会慢慢慢慢的生起一个美丽可爱的 什么呀 尖属小侧位 哈哈哈哈 他是越升越高 越升越高 嗯 一旦欲有皮糙肉厚毫无反应者 你等会吧 嗯 这越说越悬了 这么扎了 他还没有反应 哎呦 你可不知道这种人脸皮厚啊 哎 一旦欲有皮糙肉厚毫无反应者 这个坐垫子上 马上会渗出一层强领粘合剂 把不让坐的这个人 牢牢的粘在座位上 哎呦 您记住啊 反正示范以后又到了终点 还不下车子 怎么样 那就是不让坐的 哎 您说我这个方便不合 太好了 哎咱那个车前进党是四个的时候 是这样安排 哎哎哎哎哎 哎 行 请挂人倒档 倒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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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后边去 哪啊 刘雅京主席 你仨都说完了 你让他倒车是什么意思的 我让倒车什么意思 我这车主还没发言呢 他是他呀 你也是车主 对了 那好把你的发明介绍一下 你们仨人也听听咱这发明 说说说 现在社会上有这么一种现象 某些人利用公款到处游山满水大吃大喝 所以我发明的这种机器 叫做公款吃喝限制器 限制器 公款吃喝限制器 那你能把它的用法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首先呢 把这种机器安装在各大饭店的餐桌底下 您自费用餐多少标准我们也不管 凡是拿着支票 公款吃喝的人 一旦超过了标准 我这种机器将采用红灯屏绿灯型的原则 红灯将闪烁表示警告 让他们打住悬崖类马 这红灯闪了以后 还没有反应怎么办 还没有反应啊 那我这里面的仿生制裁装置 就自动运行了 怎么制裁呢 让他们拿着公款大吃大喝的这些人 所吃的这些东西的生理特点 在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所表现 怎么表现呢 怎么表现呢 你比方说吧 他要吃了海参 怎么样 那就让它浑身长串 他要吃了大虾 就让它眼小腰弯 他要吃了兔子肉 嘴唇往三个方向发展 他要吃了甲鱼啊 怎么样 就改了正味了 你瞅瞅 几位 咱那发明好不好 嘿嘿 不好 我那发明好不好 不好 还得说我这发明 不好 就得说我这发明 好 什么 我这好 我这有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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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几位说了不算 咱们还得问问观众 观众朋友们 大家说他们这几众 发明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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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顺利观众们的意见 本次组委会决定 获得首届综艺大观碑 孝星发明大赛 一登奖的选手是 谁呀 我先喝口水 不是 你这么让你当提款啊 干什么说呀 干什么 本次大赛决定 你们四位并列一登奖 美人奖励小轿车一辆 太好了 太好了 那车呢 找泥萍岭去 我那车呢 我们那车呢 我们那车呢 是小汽车吗 在这儿 这儿 daqui sknap 这儿 而且